肖战在与实力派女演员赵丽颖合作并多次进赛时被蹂躏 网友盲目猜测王一波的视频充满了想象力 肖战爆料与赵丽颖合作一部男剧 新瓜累计到五,屡禁不止 最近,肖战身边的新瓜层出不穷 上一个的余热还没有消除,下一个就要来了 尤其是爆出肖战将与赵丽颖合作 男评剧尊重世界,更是荒诞不惊 据不完全统计,肖战已经积累了五个新瓜,并不是全部 我不得不感慨万千 看来,肖战的情况不会平息,也没有出路 据悉,小演员肖战被爆与当红实力派女星赵丽颖合作尊重世界 个人对这部作品了解不多,也没有听说过 但是听了粉丝的分享,这是一个男频道 剧情不言而喻 就这样,肖战的生日一个接一个送了五个新瓜,都是肖战口中的烂尾剧,包括春艳我坐步了仙女,通往天空的路等等 完全可以完成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大家都强调自己生病了,多次呼吁关注自己,走上官场,但总是被封杀,到处散播消息 肖战被分配了许多新的戏剧和舞台 是个大问题 其实作为粉丝,当然大家都想看肖战的作品,但只要理性,至少要等官宣,拿到官宣很重要 总之,看图完完就够了,不要抱太大期望,跟着官方走就行了 可以确定的是,肖战和搭档百百合开始拍太阳有我 在这种情况下,助演员肖战拍摄顺利,也希望肖战准备的两部剧早日播出 肖战太好了,他是一位实力派演员,勇往直前 王一博更新视频不按套路,网友开始盲目猜测,下一幕充满想象 金粉最爱,娱乐创作者,动态创作者 不愧是UNIQ的王一博,有自己的节奏和态度,很有个性 难怪他是娱乐圈的头号领军人物 没错,当我看到短视频开始更新的时候,就知道今年快到年底了 完成KPR任务的王一博心里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工作场所的工人 王一博不搞笑,但他的处事风格总是有点诙谐幽默 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仍然按照自己的节奏更新小视频 在抖音平台上,看到王一博更新更衣式的消息后 不少网友意识到,他们一直以为这块窗帘会是王一博后续视频的主要背景 没想到,我们都猜错了 王一博没有按套路打牌,彻底给你一个大反转 从更衣式到楼梯间,在最新的视频更新中 王一博换好衣服后,从更衣式走到楼梯间,拍了一段面对面的视频 看完你的第一感觉就是,精致小子很有个性,没人同意,我就听你的,把王拖到网上 王一博这次没变的是他的衣服,黑色的皮夹克搭配黑色的接续,黑色修身牛仔裤 他一如既往的冷裤,脸上带着臭味,面无表情的脸上满是冷意 这是我们熟悉的中学,二年级的王一博 这种感觉已经习惯了 偶尔,离开很久之后,我会有点想他 王一博平时的状态是很安静从容的,不太擅长过分的人际关系 他每天都忙于各种公告活动,自然有自己的节奏 很多人说,王一博肯定是看了大家的评论,不然也不会出这么大的动作 更新一个视频后,画风突然变了,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只是为了打破大家对他的习惯性看法 按照他的性格,这种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他一定要来点不一样的,这样才符合王一博的性格 这一次,你不按套路打牌 你认为背景将保持不变 好吧,安排不同的场景让你措手不及,让你盲目猜测 没想到换了场景之后,王一博的粉丝就开始了各种盲目的猜测 在纷纷表态之后,王一博换了场景,希望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 从更衣室到楼梯间,下一个场景是什么? 网友猜测应该是卫生间还是房间? 评论区真是精彩,什么是我的房间,什么是卫生间,什么是卧室和卫生间 每个人的大脑都好梦幻,我只能给你一句话,醒醒 不过可以看出,这套西装应该是之后很多短视频的主打装 看来还是有迹可循的 毕竟,王一博的时间还是有限的 他一次拍摄多次,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背景音乐 只有人是一成不变的,说不定还有这一套 话虽如此,王一博在这么简陋的楼梯间里,从拍摄的角度来看,还是很帅的 他在大片中有一种既视感 作为演员,王一博的镜头感越来越强,对自己的眼睛很了解 与身体的角度传递 对此,敬请期待王一博下次穿什么,又会换什么场景呢? 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